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来看看美国的情况 第三名美国乳品工人应接触受感染的奶牛后 被检测出禽流感阳性 密歇根州将扩大检测范围 这名工人是首位出现呼吸系统问题的感染者 疾控中心表示 这个病例并未改变禽流感对公众风险较低的评估 但密歇根州将开始检测奶牛厂工人先前感染的迹象 接下来是一则重磅消息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刑事案中被陪审团判定有罪 所有34项指控均成立 这期审判在纽约曼哈顿进行 核心问题是特朗普前律师支付给成人电影演员的封口费报销 特朗普否认有过婚外情并坚称无罪 量刑宣判日期定在7月11日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首起针对总统的刑事案件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海局势 随着中国在台湾总统就任后举行环台军演 美国应如何通过高科技出口管制来遏制北京武力攻台呢? 专家认为美国应该从现在开始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确保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冒险不会得逞 包括推动多位盟友参与的出口控制体系 并扩大出口控制范围到所有芯片制造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第三名美国乳品工人感染禽流感 密歇根州将扩大检测范围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官员星期四、5月3日表示 第三名美国乳品工人在接触受感染的奶牛后 检测出禽流感阳性 并且是第一个出现呼吸系统问题的感染者 该感染病例是密歇根州的第二例人类病例 该州确认的奶牛禽流感病例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该病例还扩大了人类病例的症状 此前检测呈阳性的两名工人只经历了结膜炎或红眼病 目前已经康复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 最新的病例并没有改变该机构 关于禽流感对公众风险较低的评估 与此同时 一位军卫生官员告诉路透社 密歇根州将很快开始检测奶牛厂工人 先前感染过禽流感的迹象 我们还没有发现持续的人际传播的迹象 密歇根州首席医疗执行官纳塔莎巴格达萨里安 在一份声明中说 根据美国控制中心的数据 自三月以来 奶牛中持续爆发的禽流感 已经影响了九个州的六十七个牛群 疾控中心表示 第三名检测呈阳性的工人 报告了上呼吸道症状 包括咳嗽 但不发烧 这位工人的眼睛也因水样分泌物而出现不适 疾控中心表示 患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疗 正在家中隔离 症状正在消退 该机构补充说 患者的家庭接触者没有出现症状 正在接受疾病监测 该州表示 这名工人受雇的农场 不同于密歇根州5月22号报告的前一例人类病例的农场 疾控中心于4月1日报告了德克萨斯州首例与奶牛有关的人类病例 该机构表示 这三例人类病例均与其他病例无关联 尽管此人有呼吸道症状 但仍然是一个轻微的病例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卫生安全中心的传染病专家 阿梅斯·阿达利亚医生说 这凸显了奶牛厂工人特有的风险 疾控中心官员 一直渴望检测农场工人的血液样本 查看是否有先前感染的迹象 以帮助了解禽流感爆发的范围 密歇根州埃奥尼亚郡卫生局卫生官员 兼环境卫生主任查德·萧 密歇根的郡和州官员 将与美国疾控中心合作进行检测工作 此前尚未报道过测试计划的细节 根据该州的数据 埃奥尼亚郡报告了四个奶牛群 和四个家禽群的禽流感感染 查德·肖说 测试的目的是辨别病毒 是如何从一个农场传播到另一个农场的 包括人类是否无症状的携带病毒 他并补充说 他不知道测试何时开始 也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将接受测试 疾控中心发言人证实了这项测试 并表示该机构将向该州提供技术援助 该州正在协调这项工作 米米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 禽流感专家 麦克·奥斯特·霍尔姆说 检测先前的感染对于确定病毒在人类中的传播程度非常重要 广泛接触可能会增加病毒变异的机会 使其更容易在人类中传播 他说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感染很少 那将表明这种病毒跳跃到人类身上的障碍仍然很大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封口费刑事案审判作出裁决 陪审团判定特朗普有罪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封口费刑事案审判的陪审团 星期四做出了有罪裁决 陪审团判定特朗普受到的所有34项指控均告成立 这起在纽约曼哈顿进行的审判在一天前进入了陪审团审议阶段 陪审员星期三审议了四个半小时 星期四审议了大约五个小时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给特朗普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支付的封口费的报销 2016年大选期间 科恩向成人电影演员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 以换取他不要公开谈论他所宣称的2006年曾与特朗普有过艳遇的说法 特朗普否认有这段婚外情 封口费本身并不违法 但是特朗普在34项起诉书中被指控伪造公司业务记录 以隐瞒2017年向科恩支付的封口费报销 检察官说这些报销被不实记录为法律开销 以掩盖这笔交易的真相 这些指控的最高刑期是4年监禁 特朗普否认有任何过犯并坚称无罪 逐身此案的纽约最高法院大法官胡安莫成 把量刑宣判日期定在7月11日 这里共和党在密尔沃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几天 肯定将成为共和党提名的2024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 在陪审团做出裁决后说这一判决是可耻的 他说他将继续为美国而抗争 这是美国历史上针对总统的首起刑事案 特朗普也成为第一位被判犯有重罪的美国总统 他还面临另外三项起诉 其中两项指控他非法试图扭转2020年的选举失利结果 但这三起案件目前都陷在他的律师和检察官之间的法律争议之中 因此纽约审判可能是11月大选前唯一得到判决的刑事案件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的报道 美国应如何通过高科技出口管制来阻碍北京武力攻台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就任后 举行环台军演的举动 再次引发台海局势的紧张 以及北京是否要武力夺取台湾的猜测 美国多位军方官员此前对习近平攻台的时间表做出了种种预测 美国应该如何限制中国获得包括尖端芯片在内的关键技术 来阻碍北京武力攻台呢 前美国官员和技术专家认为 美国应该从现在就开始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冒险不会得逞 包括推动多位盟友参与的负边出口控制体系 以及把现有的出口控制扩大到所有的芯片制造设备 使中国无法生产芯片 DOMAS中国这次在赖清德宣誓就任总统三天后 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导演习 台湾国防部表示 在两天的演习中有47架次的中国军机逾越了被视为两岸非正式分界线的台海中线 担任过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印太司令部司令萨尔帕帕罗上将 把中国的这次环台军演称为是对进攻台湾的一次预言 前白宫官员现在就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确保中国攻台不会得逞 2021至2022年 在拜登政府出任白宫国际经济高级主任的彼得·哈雷尔 最近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作证时说 他从美国最近对中国进行的出口管制经验中 得出的一个战略性的教训 即美国必须在眼下就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确保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冒险行为将会失败 我认为如果我们走到了中国即将入侵台湾的地步 这种在华府被广泛谈论的突发情况 我担心如果我们处于入侵即将发生的关键时刻 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威胁 可能不会阻止它发动攻击 我担心在那种情况下 习近平就像他之前的普京一样 只会把制裁和出口管制视为军事冒险 所需要付出的部分代价 这并不是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 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 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 但我认为美国最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军事冒险行为 的方法是今天明天以及今后几年 尽我们所能确保那种军事冒险行为将会失败 它在军事上将无法达到它的军事目标 他说目前是卡哈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常助研究员 也是该智库治国方略项目的成员 哈雷尔说 虽然多年来美国几乎完全限制了对中国的军事产品 军事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产品的出口 现在是美国政府进行全新的审视的时候 对美国今天可以用哪些阻碍点来减缓中国的军事进步 而不是等到中国准备入侵 这事才以制裁和出口管制作为回应 主管美出口管制事务的前官员 建议推动负边出口控制 前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 主管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出口管制事务的凯文·沃尔夫 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表示 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更广泛的军事报复 并应对习近平公开表达的统一台湾的意愿 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成立了 奥库斯三边安全机制 美国已经取消了与澳大利亚和英国有关的大部分双重用途的控制 并正在致力于实现实质性的国防贸易改革 作为交换 澳大利亚和英国正在改变其出口管制系统 使其与美国相匹配 他说如果美国的其他密切盟友同意采取整套新的控制措施 一个选项可能是 他们可以成为获得类似AUKUS成员待遇的候选国 如果他们能够满足澳大利亚和英国预期需要满足的条件 特别是需要证明 他已经建立了与美国相当的出口管制许可 政策和执行资源和系统 这样的话 该国出口的商品基本上会受到与美国出口相同的对待和执行 沃尔夫主张以同样的出口管制标准 对待向人工智能应用和量子计算机等新型技术 他在听证会上建议说 从现有的或可以合理制造的每种武器或情报系统 以及每个此类系统的关键组件开始 然后从那里逆向思考 哪些市售商品、软件和技术 对于开发、生产和使用该物品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而言 用于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物品和服务是什么 中国需要具备本土生产或开发这些物品的能力 所需的物品是什么 哪些技术 无论来源如何 对创造或终止一个军事或情报优势至关重要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幕僚长 目前是金和斯伯丁律师事务所的国际贸易合伙人 加米森·格利尔也认为 国会应要求相关部门扩大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以便涵盖更广泛范围的关键产业 如飞机、交通设备和传统半导体制造设备 哪些技术是关键技术? 非盈利的跨党派政策机构 希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的创始人 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认为 有四项关键技术将有助于决定本世纪的地缘政治 他们是人工智能与自主性 生物技术和合成生物学 航空航天和绿色能源 在所有这四个领域 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做两件事 确保我们在这些技术领域不依赖中国的 这会让他们对我们有巨大的影响力 并试图让中国反过来尽可能地依赖我们 他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说 阿尔佩罗维奇在最近出版的 全国畅销书《濒临崩溃的世界》 美国如何在21世纪的竞争中 击败中国中 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论述 阿尔佩罗维奇阻止中国获得芯片突破 他认为就阻恶中国入侵台湾而言 防止中国在芯片上实现突破 至关重要 如果美国想阻止中国入侵台湾 它就需要增加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以可信的威胁对入侵做出反应 现代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芯片是美国保持和增加对中国影响力的 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中国成功地在芯片上实现突破 即设计和制造足够数量的先进和基础芯片 以摆脱对台湾和其他国家进口的依赖 这将大大降低我们的威慑力的有效性 阿尔佩罗维奇说 在美国联合盟国加强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和设备之际 中国日前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为33440亿元人民币的 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大力扶持半导体产业链 担任过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前首席技术官的阿尔佩罗维奇说 美国需要确保中国无法在芯片制造领域实现独立 在所有芯片节点 不管是先进还是基础芯片 这可以通过加强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 以及该行业的前提供应链的出口管制来实现 他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改编自他的新书的文章中说 先进的半导体对于四个主要类别的产品至关重要 先进武器系统 如机密谈要的制导系统 高端电子产品 如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计算机 游戏系统 如微软的Xbox和索尼的PlayStation 以及由亚马逊网络服务和谷歌云等巨头运营的大型云计算 数据中新 最后一类是整个互联网的根基所在 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 在比普通台式电脑强数千倍的计算机系统上进行训练的地方 这位专家说 考虑到中国倾向于大规模的进行工业补贴 并以更低的成本将产品倾销至发达经济体 以夺取市场份额并摧毁竞争对手 就像中国此前在稀土金属 太阳能电池板 钢铁 纺织品等行业所做的那样 中国现在正在试图对基础芯片采取同样的做法 以占据这一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就不足为怪了 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必须扩大到所有半导体制造设备 阿尔佩洛维奇认为 如果中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这将是一种灾难性的结果 因为这会使北京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出口管制必须扩展到涵盖所有半导体制造设备 以阻止中国在任何规模上建造 运营和维护金元厂 这是进一步增加中国对西方的依赖 并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提供影响力 例如阻止它在东中国海进行敌对行动 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中国制造自己的芯片 而不是完全剥夺其芯片供应 至少在它没有入侵台湾的情况下 他把这个战略称之为单向纠缠 Unidirectional Entanglement 其最终目标是在美国以及西方 减少对中国和台湾的依赖之际 使中国更加依赖西方 在他看来 如果排除对了 西方国家在计算机芯片上的杠杠作用 虽然小 但可能是使台湾多年来维持自由和民主的关键 阿尔佩洛维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除此以外 美国需要消除对中国在加工关键矿产稀土 黎 沃 逆等 以及绿色能源技术 如电动汽车 电池 风能和太阳能供应方面的依赖 他还需要使用关税等贸易政策工具 来防止这些技术倾销到美国市场 并提供极力措施来鼓励该领域的国内创新 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加工和精炼领域 他的这些建议正是拜登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 5月14日 拜登总统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其中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是目前税率的4倍 对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征收50%的关税 是目前税率的2倍 某些钢和铝的进口税率将提高至25% 是目前税率的3倍多 美国之音外事记者 斯洛文尼亚政府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 美国之音中文网 斯洛文尼亚总理罗伯特·戈洛布表示 斯洛文尼亚政府批准了一项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动议 该决定正在等待议会的批准 由于戈洛布的党派占多数 投票可能只是一种形式 今天政府决定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戈洛布在卢布尔亚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还呼吁释放人质 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敌对行动 这是和平的信息 他说 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在X平台上表示 斯洛文尼亚的举动是在奖励哈马斯谋杀 他敦促斯洛文尼亚议会拒绝这一建议 虽然斯洛文尼亚最初在5月初启动了承认程序 但该国表示正在等待加沙冲突局势的改善 在以色列最近对拉法发动袭击后 戈洛布加勒这一进程 对拉法的袭击导致100多万巴勒斯坦人逃离该地区 斯洛文尼亚政府还在卢布尔亚纳的大楼上升起了巴勒斯坦旗帜 新旗帜与斯洛文尼亚和欧盟的国旗出立在一起 本星期早些时候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都正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随后以色列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瑞典、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之前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马尔他、英国和澳大利亚可能会跟进 在27个欧盟国家中 斯洛文尼亚将成为第10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 星期二 丹麦议会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 德国和美国都认为 两国方案只有通过对话才可能实现 单边做法不可行 法国一表示 现在不是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时候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始于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据以色列官员称 有1200人被杀 完美50名人质被掳走 据加沙卫生部报告 以色列的反攻已造成 三趟六不千一百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平民和战斗人员 中俄深化关系对印度来说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美国之音中文网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 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不断深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对中国的访问 进一步推高了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势头 印度的分析人士认为 中俄抱团让新德里对印恶关系的未来感到担忧 但他也将新德里推向了美国的怀抱 新德里的战略担忧 考虑到印度与俄罗斯长期的军事和防务关系 以及与中国围绕有争议的边境问题上的持续对峙 印度政府密切追踪了普京对中国的访问 并保持谨慎态度 传统上 由于历史上的防务伙伴关系和战略利益 印度与俄罗斯一直保持着牢固的关系 然而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而印度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且时常存在争议 这给印度带来了难题 使印度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十字路口上 眼下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不断加深的关系 给印度带来了重大的战略、经济和安全挑战 对印度来说 中俄之间的防务合作是一个首要问题 普京访华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 强调了两国之间的高度互信 这也引起了新德里的警觉 这种提法可能意味着在中国的压力下 俄罗斯在与印度的防务关系上 可能出现潜在的立场转变 这可能会影响印度的军事能力和战略平衡 前印度驻俄罗斯大使普拉巴特·普拉卡神·舒克拉 对美国之音说 分析人士表示 中俄伙伴关系可能会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 特别是考虑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现有的边界争端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增加的军事合作 可能会增强中国在这些争端中的立场 尼赫鲁大学地缘政治分析家 拉战·库马尔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 印度必须谨慎行事 俄中伙伴关系可能导致全球联盟重新调整 从而可能削弱印度的影响力 这种情况迫使印度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 俄罗斯公开批评美国印太战略 印度的另一个重要关切是俄罗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批评 该战略涵盖了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印度陆军前参谋长穆坤德·纳拉瓦尼将军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更加密切的关系 可能会使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信行动中更加大胆 包括在喜马拉雅山边境的领土争端 俄罗斯在这类冲突中的暗示、支持或中立立场 可能会使印度的战略计划复杂化 并需要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前印度驻俄大使舒克拉指出 俄罗斯公开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反对立场一致 可能会使印度在该地区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一致性可能会削弱四方安全对话 在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方面的努力 从而影响地区稳定 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的战略考虑包括与美国和俄罗斯保持稳固的关系 同时应对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复杂关系 新德里的专家们认为 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加强伙伴关系 他们很可能会挑战由西方机构和规范主导的现有全球秩序 印度前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尼将军表示 中俄关系更加密切 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印度向美国靠拢 从而抵消中俄伙伴关系日益增长的压力 这可能表现为印度与美国之间的防务合作增加 以及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更紧密的一致 然而 印度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即战略自主性 将在俄中关系日益加深的情况下 受到严峻考验 他说 尼赫鲁大学的库玛尔则认为 印度的战略重点是在深化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 利用机动空间维持与俄罗斯由来已久的防务伙伴关系 他说 新德里终是与华盛顿的关系胜过其他任何关系 但他始终抵制成为美国联盟伙伴的想法 印度的战略选项 印度的分析人士认为 中俄走进反而给新德里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 即强化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关系 在保持与华盛顿的紧密关系之际 确保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和战略方面的有力合作 特别是参与Quad当中 Quad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 库玛尔建议 新德里必须加强与华盛顿和东京的关系 为了保护自己 新德里可能不得不放弃 不与任何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的战略 与此同时 由于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沼 其军工行业疲于应对自身需求 印度传统上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装备 鉴于俄罗斯在战争中的消耗 其对印度的供应将被推迟 甚至中断 库玛尔说 分析认为俄罗斯的断供将迫使印度到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寻求替代方案 虽然这些国家自身也面临着武器供应不足的挑战 但库玛尔说 印度与西方国防工业的接触也可能带来技术进步和合资企业 从而增强其国防能力 这不仅能减少对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 还能从西方引进尖端技术和专业知识 贾尚杰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新德里特约记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